个人编号制度上路,立马发生诈骗案件 日本为了落实社会保障等政策 所推行的个人识别编号mynumber制度 10月开始发放通知 但是不久后就立马发生相关诈骑案件 关东地区一名70多岁的妇人接到电话 对方自称公家机关 把假的个人编号告知妇人 后来又有人打来以捐款做爱心为理由 要老妇人提供个人编号 然后又有另一个人打来说 泄露个人编号属违法行为 要老妇人给钱才能把记录删掉 受骗的老妇人因此交出数百万日币 另外神户事则发生 自称屈公所的员工上门拜访 谎称必须持有个人印章 盖章才能办理个人编号 把印章骗到手之后 在不明文件上盖章 诈骗集团通常会 仰装公家机关或业者 问出被害人的银行账号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有可疑人士来电或来访时 还是先和家人和朋友商量 不要轻易给钱或交出个资哦